早上十点三十分 各位观众目前你所看到的是大陆的十一庆典 在整个阅兵式结束之后呢 胡锦涛回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谈话 我们先来听谈话的内容 中国人民经过近代以来 一百多年的渔血奋战 终于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主席在这里 向世界庄严宣告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 从此进入了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六十年来 再以毛泽东同志 邓小平同志 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和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党中央领导下 勤劳智慧的我国各做人民 同心同心同德 艰苦奋斗 战胜各种艰难曲折和风险考验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谱写了自强不息的壮丽凯歌 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 威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新中国六十年的发展进步 充分证明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 发展社会主义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中国人民有信心 有能力建设好自己的国家 也有信心 有能力 为世界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们将坚定不移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全面灌着执行 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纲领 基本经验 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 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推进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进程 不断开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继继续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这一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 而奋斗 我们将坚定不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 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 继续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视野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要发扬光荣传统 加强自身建设 其实履行使命 为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领土完整 为维护世界和平 再立新功 历史启示我们 前进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但掌握了自己命运 团结起来的人民 必将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不断创造历史伟业 展望未来 中国的发展前景无限美好 全党 全军 全国各作人民 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与时俱进 锐意进取 继继统 继续朝着建设富强 民族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奋勇前进 继继续 继续以自己的心情劳动 和不懈奋斗 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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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